历史上有许多关于爱情的动人故事,而其中一则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王献之为了不成为驸马而自残的故事,这位有情有义的男子为了不让自己沦为政治联姻的工具,竟然毅然决然地牺牲了自己的健康,然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公主的回复却让他心灰意冷,彻底崩溃,这个故事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深刻情感与人性探讨,公主究竟是如何回复的呢? 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 王献之出身于东晋时期最显赫的两大世家之一,王氏家族 他的父亲王羲之是当时最著名的书生,一首好书法传遍天下,在父亲的熏陶下,王献之自小就对书法有着浓厚的兴趣 日后也成为了大名鼎鼎的书法家,与父亲并称二王 当时的门阀大族都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从小就用心栽培,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代新人 王献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自然也就汲取了家族中的精髓,成为了一位集才学 书法,风雅于一身的名士,他不仅在书法上有着惊人的天赋 连文学,绘画等方面也都有着出色的造诣 王献之对儿子的期望也是很高的,看到王献之的出众才华,他曾经说过此而后当富有大名 可以说,王献之自小就注定不凡,虔诚似解 他不仅是一位书法大家,更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名士,身受当时文人雅士的推崇 到了该结婚的年纪,王献之的家人自然是希望他能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家偶 经过一番物色,最终王献之看中了另一个名门望族西世家的西道茂小姐 西道茂同样是一位才女,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勋陶 不但才学出众,品行也是相当出色 两人一见如故,志趣相投,很快就结为了夫妻 婚后的王献之和西道茂,可谓是形影不离,朝夕相处 两人不但有着共同的爱好,更是有着相互扶持的深厚感情 当王献之和西道茂的父母相继离世时 这对新婚夫妻就用彼此的陪伴和鼓励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正是这段经历,让王献之和西道茂的感情越发坚韧 他们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和依靠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们相互依偎,相濡以沫 成为了彼此生命中最坚实的港湾 一切看似美好的时候,命运却开始了新的转折 王献之出身名门,才华出众,自然受到了当朝皇帝简文帝的重视 朝廷想要争笔他未官 但王献之对那个动荡不安的朝政没有任何兴趣 果断拒绝了 他宁愿远离权力的纷争 过着自己理想中的文人生活,专心于书法和文学创作 然而,王献之的这份才华却引起了简文帝爱女心安公主的注意 心安公主曾经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婚姻 如今重新单身 他正在寻找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西安公主对王献之的了解 来自于朝野文人对他的广泛赞誉 他们无一不称赞王献之的才华出众,品德高解,以及对于权力的淡薄 这些正是西安公主心中理想郎君的模样 于是,西安公主向父皇表达了自己想要娶王献之为驸马的愿望 简文帝虽然知道王献之已有妻事 但为了宠爱女儿,还是下旨要求王献之离婚 迎娶西安公主,在那个专制的时代,即使是一介书生,也难逃权力的魔掌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命令,王献之自然是拒绝的 他和西道茂的感情那样深厚,怎么可能轻易离婚 两人相如以沫多年,早已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王献之深知,如果屈从于朝廷的命令,不仅会伤害自己,也会让西道茂蒙受无望之灾 他们之间的感情已经融入了彼此的生命,不是一纸修书就能轻易割舍的 于是,王献之不顾朝廷的压力,坚决不从 他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意伤害自己最爱的人 为了避免被迫离婚,王献之竟然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 他用艾草烧着自己的双腿,导致双腿残疾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让西安公主死心 放弃嫁给自己了 然而,西安公主看重的是王献之的才学和品德 对于他的残疾并不在意 他依旧坚持要嫁给王献之 在西安公主的步步紧逼下 王献之最终还是被迫与西道茂离婚,迎娶了西安公主为妻 而西道茂在离婚后无家可归 只能投靠亲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他原本幸福美满的婚姻 就这样被权力的阴影所吞噬 成为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可怜女子 尽管王献之最终嫁了西安公主 但他和西道茂之间的感情却是永难忘怀 王献之和西安公主的婚姻固然名正言顺 但缺乏真挚的感情基础 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政治联姻 双方都是出于各自的目的 而走到了一起 西安公主想要一个品德高尚的驸马 而王献之则是被迫妥协 不得不放弃自己最爱的人 相比之下 王献之和西道茂之间的感情 却是出自内心的真挚 两人从相识到相知 再到相濡以沫 经历了许多风雨考验 最终成为了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即使在离婚多年之后 王献之对西道茂的眷恋之情依旧未见 据说在王献之四十多岁时重病垂危 家人请来倒是为他做法时 王献之唯一的一言就是 不记得有其他事了 只记得和西道茂离过婚 这句话足以看出 西道茂在王献之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王献之的思绪 也无法摆脱对西道茂的眷恋 权力往往是残酷的 他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 甚至可以轻易剥夺一个人最基本的人生自由 在那个专制时代 一个人的命运完全可能被别人的一己私欲所左右 王献之和西道茂的故事 正是这一点的最好注脚 一对恩爱夫妻 本应白头偕老 相濡以沫 却被迫生离死别 只因一个公主的意识贪念 不过 正是这段残酷的经历 也让我们看到了爱情的力量 尽管王献之最终被迫离婚 但他对西道茂的眷恋之情 却是永难磨灭的 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依旧无法忘记这段深深烙印在心中的感情 因为只有爱 才能温暖这个世界 给人以希望和勇气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 爱情也能成为人们前进的动力 让他们重拾生命的意义 与普通女性相比 古代公主的地位和地位要高得多 他们从出生起 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但即使你是公主 你仍然无法决定你未来的生活 甚至你们的婚姻也会沦为政治婚姻 尤其是一些公主嫁给了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 以维护国家的边境安全 由于战争的需要 这些妇女必须从出生就准备嫁给其他人 我为那些无辜的公主感到难过 有的公主虽然身份虚伪 居然换成了宫女 但心里还是难过 尤其是古代女子结婚很早 还有一些公主以为自己是在暖暖的小床上长大的 在看到人世间的危险之前 我已经感到受伤 比如故事里有一位公主 十岁就结婚了 因为太美 皇上夜夜宠她 最后她死了 卧床三个月 国家还是逃不过灭亡的事实 战争期间 齐国曾将其唯一的宝贝女儿嫁给靖国军队 希望强大的靖国能够安家 但公主才十岁 她还在一个孩子 她不知道她的下一个目的地会是什么 所以她的父亲把她卖给了金 齐公主来到靖国后 靖君发现齐王妃虽然年纪小 长相也很稚嫩 但隐约能看到一个美妇的雏形 当晚 齐王强行宠幸了她 从那以后的三个月里 靖平公一直不顾国事 整天不在齐公主的房间里 结果 不到三个月 齐公主就突然死去 至今还没有死因 不过 可想而知 若不是靖平公要求太多 齐公主怎么会死呢 但靖王却没有丝毫的羞愧 因为在春秋时期或者历史上的各个时期越强越大 即便齐王卫女儿被晋王所杀而难过 也不敢出兵进国 因为两国国力悬殊 史书上对少江之死的描述并不多 就是短短四个字 故事就叫做因人而亡 而且估计她是史上最惨的公主 她十岁就嫁惯了 最终得到了君主的宠爱而死去 而历史上像她这样命运悲惨的公主还有很多 再一次公主看起来高贵 但如果失去亲人的保护 她的命运通常比普通人还要糟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